新华社杭州1月12日电,记者为董华唐涛成号,伴随着螺旋桨快速旋转发出巨大声浪。 36岁的江陆军驾驶罗比逊R44持升级,从距离杭州以及100多公里的建德式航空小镇受舱镇慢慢起飞。 驾驶舱内这位身穿鼻挺白色机长服,戴着墨镜和耳脉的帅气机长,正操作眼前复杂的仪表盘。 耐心地给身边的学员讲解驾驶技术江陆军,曾是一名空军飞行员,退役后成为灭火的空中护林人。 一年前他在航空小镇创立飞行培训公司。 如今,这位老飞行员已积累了360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江陆军是一个执着于飞翔的人,在过去16年的飞行生涯中, 他已经飞过了大半个中国江陆军和飞行学员的合影新华社记者殷晓盛社现在。 他飞天的梦想,悄悄落在了这座位于中国东部山区的千年古镇中。 古老的小镇孕育了千年的飞天梦,如今正成为很多中国人的飞行梦想的。 江陆军就是其中一位颇受欢迎的飞行驻梦师, 他现在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专门从事飞行教学帮助别人实现飞天梦想。 而他自己的飞行梦还要从2002年说起当时, 还在读高三的江陆军参加了空军的招飞考试,成为家乡当地唯一通过招飞体检的人, 顺利进入空军航空大学这所中国专业航空学校,实行严格的淘汰制。 不过江陆军还是凭借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成为一名武装职升级飞行员。 从军队退役后,他转业成为一名政府公职人员,我一直无法割舍飞行。 所以,后来辞职重新起飞江陆军署。 此后,我又经历过创办飞行公司赚不到钱的失败。 但我始终没有放弃飞行2016年江陆军来到建德航空小镇,学习考取了飞行教员, 执照成为浙江省目前唯一有此资格的人江陆军与他的直升机。 新华社记者英小胜是建德航空小镇管委会主任程兴火说, 建德千岛湖机场,是浙江省首个取得A类民用机场许可证的通用机场。 拥有华东地区最大的4500平方公里飞行空域,为自由飞行创造的有力条件。 虽然小镇地处偏远山区,但处处充斥着航空元素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 进驻小镇的航空企业,也逐渐增多江陆军在起飞前检查直升机部件。 新华社记者英小胜设小镇里的华东首家撬散基地人气火爆,尽管东西暂停运营, 但全国各地的预约电话,还是接连不断连小镇里原有的横钢工业就职,也被打造成了航空主题乐园。 虽然中国的通用航空业,相比于发达国家起步比较晚,但相信未来发展会越来越快。 江陆军说,江陆军最近很高兴,因为新公司,马上就要迎来首批六位考飞行思照的学员。 在江陆军看来飞行和普通人的距离并不遥远,就像三十年前很多人都不敢碰汽车。 但如今,汽车已经普及了,每个男人都有一个飞行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viewer